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课程是刘老汪进大观园 作者是曹雪芹 首先我们要先认识这一课的文体是张魁小说 张魁小说起源于画本 它的特征是分回标目 而且它是明清小说主要的表现形式 张魁小说是从颂元讲史画本的基础发展为来的 主要盛行在明清两代 什么是画本呢 画本就是说书人的故事底本 为了让听众印象深刻 每次在讲故事时 会有一个中心的内容跟一个醒目的标题 在末尾会加上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的形式 而这样固定的形式 就成为日后张魁小说分招分回的雏形 因此张魁小说最大的特征 就是将很长的故事篇幅分回标目 而且每一回的回目一定会扣合该节的故事内容 张魁小说比短篇小说的结构非常完整 它不仅布局非常的精密 它的技巧也非常的纯熟 故事性相对也比较强 会直接反映生活 而明清两代的长篇小说 普遍采用这种形式来进行创作 《红楼梦》就是这样子的一本张魁小说 以下我们来介绍它的内容 艺术特色 还有它的地位跟价值 《红楼梦》的作者 现在在学界当中普遍认为 前80回是朝学琴所做 而后四十回是由高二所续写的 它的形式就是张魁小说 它另外有其他的别称 石头记 风月宝剑 秦深路 跟精灵十二菜 而它的内容当中 除了蕴含宗教的思想 还有神话的色彩 同时也反映出当时的政治礼教 社会生活 经济制度 文化发展 甚至在整个故事当中的服装 饮食 建筑 所有的交通工具等层面 都可以从中而得知 因此可以知道《红楼梦》的内容 是非常多元 而且全面的 《红楼梦》这一本书的故事结构 有比喻一般的传统小说 都是单线的结构 而《红楼梦》却是双线的结构 主要在描写青年男女的爱情 跟贾府的胜衰 而它的艺术特色 可以分为以下几点 首先第一 它是一个缠绵匪测的爱情故事 贾宝玉和林黛的爱情描写贯穿整本书中 反映出批判传统礼教的腐朽 和对自由幸福与尊严的追求 第二 这本书的主题意识非常的强烈 这个小说以龙国府为中心 描述了贾使王轩四大家族 新衰演变的历史 主在描写整个贾府从奢侈豪华 一直到衰败的过程 第三 这本小说有非常精密的网状结构 不能以往小说单线结构的形式 而是创造网线的结构形式 全书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发展为主线 以贾府的衰败过程为副线 将所有的人物复杂的世界 构成因果的展开 第四 是有着惊念生动的语言文字 常雪芹在北方口语的基础上 又牺牲了古典诗文的语言 创造了通俗典雅 其副表现力的文学语言 第 《猴龙梦》打破了中国小说结局 总是金榜提名 大团圆的套路 贾宝玉和林黛玉这对恋人一走一死 终究未结成美眷 而形成了悲剧结局 《猴龙梦》的地位跟价值 《猴龙梦》的重点在于 它是一个毫无殷息的原创小说 而《猴龙梦》也是中国张魏小说的巅峰之作 被评为中国这句文学成就的古典小说 与《三谷演义》《水谷传》《西游记》 并列为中国古典文学的四大名著 更重要的是 《猴龙梦》一书已被翻译为多国的文字 可以说是世界公认的文学真品 因而形成了《猴龙》 《猴龙梦》一书的作者是曹雪芹 曹雪芹本名詹 字号雪芹 又字秦谱 生于康熙到乾隆年间 曹家的祖先三代均为江陵之兆 什么是江陵之兆呢 江陵之兆就是每年置办宫廷所需义务的之兆 后来朝廷又交给曹家特殊的任务 如收集民间反清私民的情报 还有回报江南一带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形 等于是皇帝派驻江南的特使 暗中监督江南一带百姓官吏的活动情况 因此这是一个非常有钱有势的官位 而曾祖母孙氏呢 也曾经当过康熙的保姆 因此康熙跟曹家在君臣之外 另有特殊的情谊 而曹雪芹的祖父曹寅 公诗词戏曲 更是著名的常书家 更主持科艺全堂书 曹雪芹从小便在书香世家 孕育了高度的文艺才能 但是在曹雪芹13岁的时候呢 曹家却因为政治上的罪案 而被曹家封产 全家迁回北京的住所居住 遭到这个打击之后呢 曹家的家道从此日渐衰为一蹶不振 曹雪芹搬回北京呢 经济生活失去依靠 穷困潦倒之余 只好将一生的所见所闻 用字字写泪 转成小说《红楼梦》 而最终曹雪芹因为唯一的爱子染病身亡 曹雪芹过度哀伤沉疾 在非常悲凉悲惨的情况之下而离开了人时 结束了她的一生 你是否曾经好奇过古代代院里的公子小姐都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 刘老老是一位穷苦的农妇 她来到富贵豪师的大官园 仿佛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 这一刻就是来说明 透过刘老老的眼睛所见 以及亲身经历 她看到了什么 又听到了什么 两个世纪的交汇 又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本文选自《红楼梦》的第四十回 史太军两宴大官园 金烟烟三宣雅排令 全文描写刘老老由大官园的种种趣事 通话出她纯仆风趣 熟安人情世故的智慧 什么是大官园呢 大官园就是贾家特地建造的园林 用来接待归名省亲的贵妃园春 而熟安就是熟悉的意思 所以全文破过刘老老的见闻和感受 呈现贾府的奢华 并映造出贫富悬殊的两个世界 而整篇文章的写作背景 来自于《红楼梦》这本书 便是曹雪芹生活与思想的缩影 因为曹家曾经显客 却因为曹家而整个家族败落 曹雪芹的人生也跟着起伏 少年时期的富贵 家族之间人际关系的错综复杂 可是家到终末之后呢 整个宝社门情民乱 事态炎凉 这种新生无常的亲生经历 对曹雪芹的影响非常的大 也因此《红楼梦》一书 空患悲观的基调 其实是跟曹雪芹的人生 是有着相关连性的 在进入课文之前 邀请同学留意课本133页的图示 因为这一课拣选的段落 是能姥姥游大观园 因此各场景的移动 是有它的意义的 而且也会通过姥姥 观看每一个场景的眼光 来看出贾府奢华的面貌 有个甚至是安排小姐的住所 每个小姐的住所 也会跟小姐的个性是相关的 因此请同学要牢记各段落的场景 再来也要请同学留意 这一课所有人物的对话跟行为 其实会反映一个人的性格 而刘姥姥和众人的互动和对话 也会看出刘姥姥身为一个农家春妇 她知道如何跟别人应对进退 这其中刘姥姥的性格又是如何呢 这都是研读贼客要注意的重点 以下我们进入第一段 这一日天气清浪 李丸清晨起来 看着老婆子丫头们赏这些落叶 并插抹桌椅 预备茶酒器皿 只见风而带了姥姥 本人进来说 大奶奶倒忙的紧 从这边的大奶奶便可以知道 其实李丸是贾家的大媳妇 而这个段落在描写李丸勤快尽责的语言 风而呢 急把大小钥匙说到 我们奶奶说了 外头的高鸡儿怕不够食 不如开了楼 把她收的搬下来 许一天吧 奶奶原该亲自来的 因和太太说话呢 请大奶奶开了 带着人搬吧 风而是凤姐的婢女 而这边王熙凤不亲自到来安排 却只派婢女传达 要李丸处理班高鸡儿的这件事情 可见王熙凤在贾府的权势是非常高的 李丸于是命素云接了钥匙 又命婆子出去 把二门上的小丝叫几个来 李丸站在大关楼下 往上看着 命人去开了最紧格 一张一张的往下台 丫头老婆子小丝 都各自有要负责的事情 可见贾府的仆人非常的多 而且规矩也非常的森严 李丸还说到 好生者 别慌慌张张 鬼敢似的 仔细碰了牙子 又回头跟姥姥说 姥姥要不要也上去瞧瞧 从李丸的这段话 可以知道 其实李丸做事是非常谨慎跟细心的 姥姥上去看了 看见黑压压的 对着些微瓶 桌 椅 大小 花灯之类 虽不太认得 只见五彩闪烁 各有奇妙 面目几身佛 可见这里的物品 摆放的非常的丰富 跟精美 李丸接着说到 恐怕老太太高兴 越发把船上的法子 高奖 遮阳 慢子 都搬下来预备着 这边可知 李丸其实对贾母 非常的了解 而且也会迎合贾母的兴趣 跟喜好 二来 也为夏文的沉船游乐 来做一个伏笔的描线 众人答应 又敷开了门 瑟瑟的搬了下来 命小丝船架梁门 到船雾里撑出两只船来 这边要请同学特别留意 答应指的是应声回答的意思 因此 第一段的场景是发生在最紧格 李丸准备游园的事情 还有刘姥姥 透过他的眼睛 看到整个大家子当中 格子的收藏 触开了眼界 而透过李丸的找起跟静泽 也描写了李丸 谨慎忠厚的个性 而从风额 告诉李丸的这段话当中 也可体会出 荣国府的实际掌权者 其实是王熙凤 在景格的收藏 以及姥姥念了几身佛的反应 可以凸显出贾府的繁华富贵 接着进入第二段 争论者 只见贾母带了一群人进来了 李丸忙名上去 笑道 老太太高兴 倒进来了 我只当还没有梳头呢 才结了群花要送去 从李丸这段话当中 可以知道 李丸对贾母 侍奉恭敬的态度 可见贾母 在整个贾府当中 地位是最崇高的 因回头 看见了刘姥姥 贾母忙说着 赶快过来 带花儿 预味完 凤姐便拉过刘姥姥来 笑道 让我打扮你老人家 从凤姐 拉刘姥姥动作 就可以知道 凤姐有意作弄 刘姥姥 只是为了博取 贾母的高兴 可见凤姐 是一个反应 非常机灵的人 凤姐说着说着 就把一盘子花 横三 数四的插了 网网一头 这边的三跟四 其实牵进去的数字 是没有意义的 它指的是 把刘姥姥的头 插满了花 而梦的贾母 跟众人笑得冷不得 刘姥姥就笑道说 我这一头蚂 也不知 修了什么福 金儿这样 体面的次来 凤姐为了 逢您贾母 而主导了 这一场的闹剧 而姥姥呢 明知道 几日被凤姐作弄的 却能拿笑点迎人 甚至还自己 开玩笑 今天得到了福分 可以做这样子的打扮 因为很体面 可见梦姥姥懂得 不讲我跟众人一笑 而众人笑道 你还不赶快拔下来 摔到他脸上呢 已经把你打扮成了 老妖精了 那姥姥就笑道说 我虽然老了 年轻时也风流 爱个花 粉然的 金儿索性 做个老风流 姥姥特意为凤姐姐为 可见姥姥 其实很明白 人情世故 知道现在在别人家做客 所以凡事不要太过计较 不如也自我解嘲 表示自己也很爱打扮 这边的风流 邀请同学们注意 这边的风流指的是 喜欢花俏 追求龙行的意思 说笑之间呢 大家就来到了庆芳亭了 洋豪们抱了个大井木子来 铺在栏杆踏板上 姥姥一南坐下 面喽喽喽也坐在旁边 你问他 这个园子好不好啊 姥姥的这一番话呢 其实是很得意 很自豪的 也就是你来我这边做客 游人哦 你看我这个园子大不大啊 漂亮不漂亮啊 刘姥姥接着说 我们乡下人到了年夏 都上城来买画贴 行了的时候 大家都说 怎么也要到画上逛逛 想着那个画也不过是假的 哪里有这个真地方 谁知竟然进这园梨桥 竟比那画还强十倍 老洋这段画非常的有趣 因为他把大观园美丽的景色 跟年画拿来做了比较 目的是为了衬托出大观园的美景 用年画来赞美大观园 迎合贾母富贵得意的心态 说着乡下人 无法进来富贵人家的园林 只能从画里头去想象 这样子美丽的景色 表面上是一种春妇的见识 实际上这是一种 异己洋人的手法 可以看出来 姥姥的反应是非常迅速的 姥姥接着说 怎么样啊 也要有人照着这个园子画一张 我带了家去给他们见见 死了也得好处 死了也得好处 当然这句话是夸张了 指的是这辈子啊 没白活死的也甘心 换言之 姥姥希望呢 可以把大观园的景色 画成一幅画 好让他可以拿给左拟右拾 瞧瞧跟羡慕啊 姥姥听说 便指着习春笑道 你瞧 我这个小僧女儿 她就是会画 等我叫她画一张 如何呢 姥姥顺着姥姥的话来讲 哎 你想要把我这个美丽的园子画下来 那我这个小僧女儿 正是会画画的人 那请她画画 你觉得如何呢 姥姥听到姥姥讲的这段话之后呢 开心的 姥姥跑过来拉着习春 说着 我的姑娘 你这么大年纪 又这么个好模样啊 还有这个能干 别是个神仙 偷生的吧 从姥姥这段话当中 可以知道 她就顺着姥姥的话 赞美习春 年纪小 却很有画画的本质 同时 也赞美她的美貌 这种夸张 绚烂的词 也展现了姥姥 很懂得看人脸色 讨人欢心 这边要请同学特别留意 姥姥这边的肢体动作 是拉着 等会我们会跟 待遇的动作来做比较 上个段落中 是众人在庆芳亭 看见凤姐 为姥姥插的满头 都是鲜花 而姥姥跟习春 互动的过程 这个段落 大家会往下一个场景移动 贾母众人都笑了 歇了歇 又领着刘老王都见识见识 这边可知 其实呢 贾母有意去夸视贾府的富贵奢华 他们到了肖乡馆 一进门 只见两边翠竹的甲露 土地下仓台不满 中间扬成一条 石子曼的涌路 这边透过视觉的摩解 来描写肖乡馆的环境 整个土地下的仓台 也可以知道 戴玉其实是一个喜欢亲近 不喜欢郊游的人 因此 才会让整个园子里头都不满了窗台 而从阳长这样子路 也可以知道 这边的路弯弯宅宅 似乎也暗示了戴玉 是一个心思很细腻的人 姥姥特地落出路来 给贾母众人走 自己却走了土地 一边说道 不相干 我们走熟的 姑娘们只管走吧 可惜你们的那个鞋啊 别沾了泥 从这边可以知道 其实老王是客人 而且是乡下人的习惯了 唯有自知之明 所以主人们 你们先走 可见她的个性是比较憨厚跟谦意的 而特地说明呢 是告诉她 我们习惯走走了乡下的泥土路 所以没有关系的 生怕呢 这些婢女的鞋 会沾到的泥 可见连婢女的鞋 也是非常高贵的 间接写出贾府的奢华 姥姥只顾上头和人说话 不妨脚底下真的惨滑了 咕咚一跤跌倒 众人都拍手呵呵的大笑 从这边动一动作 就可以知道 当别人跌倒时 第一时间 我们应该是把别人参拂此来 可是这边的众人 却是拍手呵呵大笑 可见大家是一种 幸灾乐祸的举止 这边呢 贾府的人物 真的把刘姥姥当作是一个 丑角的角色呢 这是一种富贵人家的心态 此时 贾母笑骂道 小蹄子们 还不参起来 只顾着笑 说话时 刘姥姥已爬起来了 自己也笑了 说到 才说嘴 就打个嘴了 姥姥再说话的意思 心中自我解嘲 也就是 自己说不会跌倒 结果转眼间 还真的跌倒了呢 贾母问他 可因为我们腰 叫丫头们 捶捶 得姥姥说啊 哪里说得我这么娇嫩了 哪一天不跌两下子 真要捶此来 还了得呢 姥姥这番话 是为别人设想 不想造成 对你们的麻烦 又可看出 龙腹平时 夏天 身体的健壤 这时 他问到这个环境 这必定是哪位 哥们的书房了 这边啊 明知顾问 其实知道 这边是 黛玉的房间 而黛玉是个姑娘啊 所以也可以看出来 黛玉的书房呢 满满的都是书 自己在这里 孤高自赏的气质 贾母笑致的黛玉说 这是我自外孙女儿的房子 贾母再次笑着说 可见他非常的得意 刘姥姥留神打亮了黛玉一番 同学这边要注意哦 刚才在上个段落当中 他是急切的去拉着习村的手 可是这边跟黛玉的互动呢 却是用眼睛上下打凉 所以面对黛玉这种 孤高的性格 不敢贸然的亲近 可见姥姥是个善于观察别人 然后才会初年赞美 方笑道 这哪里像个小姐的秀房 竟比那上等的书房还好 这边啊 又可以凸显 黛玉其实是一个非常喜欢读书的女孩 而且朋友才情 此时贾母问道 宝玉怎么不见了呢 这种丫头们说 在吃自己的船上了 贾母说谁又预备下船了 可见贾母时时刻刻都在关怀的宝玉 只要宝玉一不在身旁 就会流行宝玉的状况 整个第四段的故事场景 是发生在林黛玉的著作 香香馆 透过刘姥姥叠交的事件 还有测写黛玉文才的这件事情 来展现呢 姥姥生之人情世故 一路能够奉承众人 对婢女琥珀的友好 也关心她的秀鞋 同时又赞美 黛玉的财情非常高 秀房啊 就好比文人的书房 而林姥姥叠交时 众人拍手大笑 可见贾府上下并没有联席之心 可是姥姥却能够自我解嘲 可见她一个乡下春妇的会侠和机制 一番说笑之后 姥姥笑道 姥姥借了老太太正房 配上大箱 大柜 大桌子 大床 果然威武 那柜子比我们一间房子 还要大 还要高 你的麦梯子 怎么上得去呢 如今又建了这小屋子 更比大的越发奇整了 满屋里的东西 都只好看 可不知叫什么 我越看越舍不得 连在这里 从这动画当中 可以看出 柳老汪把贾府的房间 和黛玉的小屋子 做了一个比较 透过梯子 可以来凸显贾府正房的雄伟 而且大小屋子的比较 也可以看出 黛玉这边小屋的精致 一行人离开肖山馆后 往瓷子边走去 问质池前 只见几个婆子手里 都捧着一色 捏丝 呛惊 五彩 大儿子走来 凤姐忙问王夫人 早饭在哪里摆 王夫人道 问老太太在哪里 就在哪里摆了 从这段对话当中 可以知道 凤姐问王夫人 而王夫人说 去问老太太 便可知道身份的成绩 第五段的场景在 子宁周和两序 可看出 夫妇人家 大小房子的布置 更有他的特色 并描写早饭的排场 而王老太赞美 大房的温武气派 小屋的精巧齐整 这时也顺承贾母 喜欢夸耀的心理 而安排早饭的对话当中 可知道贾母的身份 大于王夫人 王夫人的身份 又大于凤姐 此时大家已到了秋爽灾 准备用早餐 鸳鸯笑道 天天咱们说 外头老爷们吃酒吃饭 都有个错缺的 然后他取笑 咱们竟然也得了一个女性客 鸳鸯这段话在说明 鸳鸯年轻好事 想要主导一场闹剧 而且竟然在主子的面前 提议来取笑 这时府中的宾客 也就是农姥姥 可见他一等压缓着身份 这时呢 大媳妇李婉笑劝道 你们一点好事都不做 又不是个小孩 怎么还这么淘气 仔细老太太说呢 从李婉的这段话 可以知道 李婉的个性其实温厚 不喜欢闹事的 而鸳鸯却回说 但大奶奶不相干呢 有我呢 可见鸳鸯撞着是贾母的首席丫鬟 这种侍宠而交的话语 凤姐安排座位时 贾母说 把那张小楠木桌子抬过来 让林姓家挨着我这边坐 姓家这个词指的是 夫妻双方父母间互相的称呼 而这个地方因为刘姥姥是王熙凤的远房亲戚 跟贾家算属于姻亲关系 故贾母称之为亲家 鸳鸯嘱咐刘姥 这是我们家的规矩 若要错了 我们就笑话了 贾母带着宝玉 香云带玉宝餐一桌 王夫人带着迎春姐妹三人一桌 而刘姥姥挨着贾母一桌 这边的桌安排是有用意的 可以看出来 宝玉香云带玉宝采 是贾母疼爱的孙子 而刘姥姥也因为深得贾母的欢心 才能够挨着贾母坐在一块 贾母平日吃饭 都有小腰环在旁服侍 如今鸳鸯是不当这猜的了 今日偏接过主位来扶着 从这里可知道 鸳鸯的地位已非昔日 而今日特地拿着主位在旁照服 可见有心要捉弄刘姥姥 鸳鸯一面视力 一面巧向刘姥姥说道 别忘了 刘姥姥道 姑娘放心 这段段话当中 可以照应上一个段落 鸳鸯悄悄嘲咐 刘姥姥一席话的动作 原是凤姐和鸳鸯商议定了 担担了一双老年四脑 像牙相亲的筷子 与刘姥姥 刘姥姥见了 说道 这个插八子 比我们那里的铁鲜还沉 哪里拿得动它 刘姥姥的反应 一半是保金事故 破之人情 故意装傻 刘姥重人 一半呢 是刘姥乡下的本色 将一双沉重的筷子 比例为日常他们在拿的那个铁鲜 这个筷子却比铁鲜还要沉重 而这个插八子呢 比我们的铁鲜还沉 所使用的方式 便是夸式的修辞 贾姥这边 说声请 刘姥姥便站起身来 高声说道 老刘老刘 食量大牛 吃的老母猪不抬头 说完却鼓着腮帮子 两脸直视 一声不语 这边的这一段话很有趣 刘姥特意说自己贪吃的 就像老母猪一样 连头也抬不起来 显示出 刘姥陪着凤姐鸳鸯 故意耍乐趣 斗着贾姥等人开心的智慧 而老刘老刘 食量大牛的用法呢 其实是一个名语 指的是我的食量非常的大 而且牛呢 还谐音 刘姥姥跟牛是等同一韩的 众人被刘姥姥在一番动作和话语 一开始是发怒 后来一想 上上下下都一起 哈哈大笑了起来 湘芸撑不住 一口饭都喷出来 戴玉笑叉了起 扶着桌子 口叫爱咬 百玉滚到贾姥怀里 贾姥笑得了 就把玉叫心甘 王夫人笑得用手指的凤姐儿 却说不出话来 薛姥妈也撑不住 口里的茶 喷了探春一裙子 探春手里的饭碗 都合在银春身上 习春留了座位 拉着她男母叫 柔柔肠子 刚才的段落便是本文情节的最高潮 作者是如何摩写众人笑得东倒西外的情状 这些描述会分别透露什么样的讯息呢 石湘云一口饭都喷了出来 因为石湘云是一个性格好少 率真不尽心上的人 林大玉本身就有若得臂 因此过度笑而笑长了气 蒋宝玉呢 最受贾姥的宠爱 滚到贾姥怀里 完全合理 从外孙子的主母 当然就会揉着她叫心甘咯 而王夫人呢 用笑的手指的奉解人 代表她知道这件事情的主使者 其实是奉解 而薛云妈呢 本来应该是身为一个长辈 要矜持住的 可是却一时失态矜持不住 所以就把空的茶都喷得出来 贾旦春也是一个直率的人 手里的饭碗笑到整个都倒在云村的身上 而贾旦春呢 年纪最小 所以呢 只好依着奶木 请她帮帮融融肠子 王西凤跟鸳鸯 那两个人撑着 因为他们身体明正 必须要不动声色 故作镇定 地下的罗宾男呢 除了谨守身份呢 想笑的 只好跑出去笑 或者是忍着笑 这段表现是非常精彩的 每一个人在笑的形状跟动作 是完全不同 凤姐和鸳鸯 这两个阻视着 当然不能笑咯 所以两个人撑着 还只管让女姥姥 不了姥姥 看着大家 笑的面可知 拿起筷子来 只剩不听时 又到 这里的金人眼镜 下的只蛋也小巧 怪俊的 无解的一对 有姥姥看见场面的热梦 大家也开心 因此继续配合演出 让效果延长 凤姐就笑着说 因为有银子一个呢 你快尝尝吧 买了就不好吃了 姥姥姥 伸着筷子要夹 哪里夹得起来 买了你弄了一阵 很容易挫起一个来 才伸着脖子要吃 凤姐这边笑道 因为有银子一个呢 可见 甲斧呢 平常在吃穿用度 是非常好吃的 而姥姥为什么夹不起来呢 不要忘记 刚才凤姐可是拿了一双 象牙象筋的筷子给姥姥嘛 那个筷子很重的 姥姥费力的想要夹起 这个鸽子蛋的时候呢 没想到鸽子蛋就掉到地上了 掉到地上时 就被旁边的仆人给搜走了 这时候姥姥说到 一两银子 也没听见的声响就没了 从姥姥的回答当中可以知道 一两银子对象象人家来讲 是多么奢华的 可是呢 人中灰金落土的声明 和梁姥姥的结界就成了强烈的对比 此时众人以眉心吃饭 都看着梁姥姥取笑 贾姥这时候说啦 谁这筷子又把这个筷子拿了出来呢 筷子指的是时候 凤姐听了贾姥的话之后 换掉姥姥原本香金的筷子 换上一双香银的 姥姥说 吃了金的又是银的 到底不及安门那个扶手 姥姥这番话可以看出来 乡下人朴实惯了 不用金块也不用银块 同时也隐含着 岂是富贵终究不值得依靠的隐含 凤姐而道菜里面有毒 这银子下去了就吃得出来 姥姥说 这个菜里有毒 那我们那些都成了披霜了 哪怕毒死了也要吃尽了 姥姥在这边用一种自我承认的话语 来图现贾姥的饮食是十分豪奢的 而这边用到的修辞法也是夸式的手法 这个故事堆落的场景是在小炊堂 在大家用掌餐的时候 刘老阿在席间装傻鱼人 平天夹服许多的欢笑 在这里新闹剧正式揭幕 导演是凤姐和鸳鸯 主角里所当然却是名乌猫 道德众人莫不可知 作者真的描写依据人物的身份跟性德 描绘个人不同的校态 呈现每一个人最真实也最富特征的神态 而透过刘姥姥的言语也反映出来 贾府在吃穿用度上的灰金无土 同时也隐含日后的衰败 以及富贵不值得依靠的生辰意涵 吃完饭后 贾姥和其他人都往探村房间去聊天了 刘姥姥看着凤姐和李婉在吃饭 便走过来和他们搭话 凤姐而忙笑着说 你可别多心 刚才不过大家取笑 一言未了 鸳鸯也进来笑道 姥姥别闹 我给你骂人家赔个不是 从凤姐和鸳鸯这一段对不起的话语当中 可以看出来其实两个人都还知道理解分寸的 毕竟姥姥也算是长辈 今天这一场不过是个闹剧 事后呢 凤姐和鸳鸭也懂得和姥姥赔罪 我姥姥笑道 姑娘说哪里话 咱们哄着老太太开个心 可有什么脑的 你先嘱咐我 我就明白了 不过大家取个笑儿 我要心里脑那也就不说了 姥姥是一个懂得人情世故的人 亲切地称姑娘说咱们 不但拉近了她跟凤姐等人的距离 也同时把主人跟客人的角色颠倒 施语者跟接受者的位置也交换了 成为主动善播欢乐给大官人里头的一个有智慧的老人 可见姥姥姥是一个善处士 懂人情有智慧的掌握着 最后一段的场景依然在小翠塘 说的是凤姐和鸳鸭向我姥姥赔罪的经过 由我姥姥出言赞叹 礼出大家 可以看出凤姐和李丸 紧守着媳妇的本分 也表现刘姥姥深知这场闹剧 彼此都心知肚明的情况之下 我愿意配合演出 刘姥姥是个声明事理的长者 凤姐和鸳鸭向我姥姥赔罪 也可看见两个人其实懂得 知道礼节之进退 而不只是胡闹而已 点出一切都是以红老太太 开心为最主要的目的